数码之人,2024年运势如何?会有贵人出现吗?迎来哪些大变化?恭喜你,数码之人!2024年,正是你们数码的迎来了生肖属相的大运。 或许在过去的岁月里,你们曾经历过不少的艰辛,感到生活如同荆棘丛中的徒步前行,但是请相信,太阳中会升起,八大幸福终将来临。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,看看这一年,你们会有怎样的幸运和变化。 1.喜庆的开始,2024年的第一章节,宛如一场盛大的欢庆仪式,热闹非凡。 数码之人,你们的生活将以欢笑声开篇,象征着好运的风筝将在避空翱翔。 这一年,你们会迎来许多值得庆贺的喜事,从婚礼到生日,从聚会到晋升,一切都会如约而至。 这是吉祥如意的开始,让你们的心充满温馨和喜悦。 2.精彩的人际圈,在2024年,数码之人将会扩展自己的社交圈,结识更多的贵人。 你们的人员将愈发旺盛,因为你们天生的热情和幽默感让人愿意靠近。 新的朋友将为你们带来许多机会,或许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,或许是感情上的知己。 无论如何,这些人都会在你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助你们前行。 3.勇往直前,数码之人,你们一直以来都是坚强的战士,2024年也不例外。 这一年,你们会展现出更多的勇气和决心,不畏艰难,勇往直前。 或许你们会面临一些挑战,但正是这些挑战让你们更加坚强。 无论是职场竞争还是人生抉择,你们都会坚守自己的信念,最终获得胜利。 4.财富的积累,2024年,数码之人将迎来财富的积累。 你们的经济状况将逐渐改善,不仅能够满足日常需求,还能够有所储蓄和投资。 这一年,投资理财会变得更加明智,财富也会逐渐增长。 但请谨记,不要过于贪婪,理性投资才能保持财富的稳定增长。 5.爱情的美好,对于单身的数码之人,2024年可能是个令人心动的一年。 你们将有机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,爱情会在不经意间降临。 而对于已经有伴侣的人来说,感情将更加稳定和美满。 相互的理解和支持将使你们的爱情更加坚固,幸福美满。 6.健康与幸福,数码之人。 你们的健康将在2024年得到更多的关注。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,定期锻炼,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将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。 同时,内心的幸福感也会得到增强,因为你们会学会更多的放松和享受生活的时刻。 7.梦想成真。 2024年将是数码之人实现梦想的一年。 你们一直以来积累的努力和坚持将迎来丰硕的成果。 无论是事业上的突破还是个人目标的达成, 你们都将看到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。 记得珍惜这一刻,因为它是你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。 爸,家庭温馨,最后,家庭将一直是你们生活中的温馨港湾。 2024年,你们会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。 团聚和亲情将成为你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。 与家人一起分享幸福和忧愁,将使你们更加坚强,更加幸福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俗话说,上天有好生之德。 老天有个特点,那就是对每个人都示意援手。 不论你是有钱人也好,还是没钱人也罢,该救的人,老天会搭救。 而不该救的人,老天会置之不理。 一般来说,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两个大劫。 这些劫难,单靠人力是度不过的,唯有老天搭救,才有一线生机。 就拿生死这件事来说,同样是遇到车祸,怎么他就不幸走了呢? 怎么他身边的人就大难不死呢? 这就是运气的问题了。 有些人运气好,没有伤及重要的部位。 而有些人运气不好,伤及到重要的部位就没救了。 这里谈到的运气,并非是我们本身的运气,恰恰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好运。 很多人在历经劫难之后,都会感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 其实,他们早就福气满满了。 试想,能够闯过生死关的人,会没有福气吗? 做人,没必要想太多,也没必要抱怨上天不公。 要知道,无论你遭受到了什么问题,老天爷一直站在你这一边。 单位中的老张,五年前遇到了一件事,令他特别感慨。 那一天是星期六,本该到小区大草坪散步的老张,竟然选择待在家里面。 而他自己也抱怨,今天天气那么好,怎么头就那么晕呢? 没办法,他只能回到床上睡觉,一整天也没有出去。 醒来之后,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有消防车的声音。 于是乎,他往窗外一看,原来是大草坪旁边的商店发生了爆炸,烧得特别严重,过路人也都遭殃了。 那一刻,他有点后怕,也有点感激命运。 如果下午没有头晕,那他绝对在大草坪边上散步,从而受到爆炸的影响。 说得难听一点,命丢了都有可能。 老张每一次谈到这件事的时候,都说,每个周六在大草坪散步的习惯,已经持续好几年了,从来没有中断过。 可是,就是那一天特别头晕,然后救了自己一命。 人哪,还是要懂得感激命运和上天的安排。 也许,唯有经历过生死的人,才会彻底顿悟人生,才会感激上天的安排。 而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,终究还是没有这种大彻大悟的感觉。 要知道,在这个世上,并非是我命由我不由天,而是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。 无论你遭遇到了什么,上天会站在你这一边。 对于老张的经历,很多人都会特别疑惑,这不是偶然的事件吗? 怎么我们会归结为上天的安排呢? 老张头痛,这是偶然的事件。 小商场发生爆炸,这也是偶然的事件。 但是,怎么这两者的时间能够对得上呢? 出现一种偶然的情况,几率很大。 同时出现偶然的情况,几率很小。 更何况,这两种偶然的情况还交叠在一起,那比重彩票的几率还要低。 就是如此低的几率让老张碰到了。 可以说,这就是老张命不该绝。 如果他命若该绝,那他活不到今天。 就拿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意外来说,他们都经受了意外,怎么他就活了下来,而他就离开了呢? 一句话,阎王要人三更死,谁能存活到五更? 福气满满的人,不会轻易离开。 而那些没有什么福气的人,就只能命中遭此劫难了。 就像古时候的开国皇帝、刘邦、刘秀、李世民及朱元璋等人, 他们打天下的时候差点就死了,换普通人绝对忠道而别。 可为何他们还是大难不死,甚至成就大业呢? 一句话,有些人身上肩负着独特的使命,上天会始终必有。 曾世强教授说过这么一番话,别人问我,你信谁? 我说,我相信上天。 别人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 曾教授,你不是教授吗? 怎么还相信上天呢? 那不是迷信吗? 我说,天命不可为,过分相信人本身,绝对死。 相信上天,才是最好的归宿。 曾世强教授这番话,看似有些消极,可实际上是人生经验之说。 要知道,越是吃过苦头,越是历经沧桑,才越会相信上天。 这,并非是迷信,而是一种美好的寄托。 世间的意外无穷无尽,世上的机会数不胜数。 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倒霉,最后意外而别? 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好运,最后赚得盆满钵满? 这是人力能够改变的现实吗? 如果人力能够改变现实,那世上就没有乞丐了,那人人都能长寿到老了。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,福气也千差万别,所以才出现了人生各不相同的情况。 说的难听一点,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发财了,而他走着走着就离开了。 这真的是人力的问题吗? 人,不要盲目认为自己是世间的主角。 其实,凡事皆有定数,一切不可强求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